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想到桃園 通常我們會想到國際機場 桃園航空城 機場捷運 可是最近這兩年 桃園開了很多獨立書店 今天邀請鬥點文創的社長 陳夏明 他的新書店才剛開幕 請他來談談獨立書店的意義 夏明你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夏明 夏明 我要先恭喜你 我那天其實有去參加 你們書店的開幕 對 我有看到 然後呢 我走到門口 就發現裡面我進不去 然後我就站在外面 跟兩個就是書店的朋友們聊天 聊了好一回 然後想說 就既然來了 還是要進去 就進去之後 我擠不進去 人太多了 我自己也是嚇一跳 因為其實 呃 一個 一個店開幕 其實我們前一天晚上都很 心情都很忐忑 就是我很害怕說 如果沒有人來怎麼辦 對 然後另一個擔心的是 如果人太多 又該怎麼辦 無論如何 總是人多比較好 對 然後沒想到 就是那一天人真的 就是真的是爆滿了 然後我回家還刮沙 中暑 那天天氣其實很熱 每個人就是即便很熱流的爆汗 然後就站在那邊聽 陳夏明跟陳夏明邀請來的朋友們說什麼 主要我們只有安排一個活動 就是讓桃園地區的一些藝文從業人員 就是讓他們來談一談自己在桃園做的一些事情 那其實裡面有些人我都不認識 就是我們有請一些朋友來邀請的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事情 因為有 我就從 我就站在旁邊或在下面 然後看那些可能比我年輕的人 然後再講他們在桃園所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這很棒啊 對 因為好像我們這個城市 它慢慢的有一點新的 新的東西跑出來了 而不是之前那一種 你知道桃園就是工業城嘛 所以說我們好像以往的這個城市的規劃 是工業高於人的生活的 所以說你會發現工業區都蓋得很好 工業區的交通配套都很好 可是你講到人的時候 就會發現奇怪 以前的火車站前面的圓環 那個交通總是亂七八糟 對對對 那當然也是到今年才全部都改好了 可是一旦改好之後 你知道那種心情就不太一樣 就好像你走進這個城市 因為火車站是門面嘛 對 你就發現好像不太一樣了 那再對應到這些人在做的事情 再加上這兩年有很多有趣的店 也都開起來了 所以我就覺得那天這樣聽大家講話 我就會覺得好感動哦 對啊 我們不是常常會在新聞上面看到那種排行 就是適合人居住的城市 你剛剛講那段讓我想到 其實真的是這樣 就如果說這個城市的供給 或是它的硬體設備 或是講最簡單 人行道好了 如果它都沒有人行道 不適合人走 它只給車子走 你不會覺得可以在這個城市裡面安住 對 可是桃園這兩年真的改變成這樣 因為我覺得桃園有一種好像 可能 可能也要感謝就是 因為桃園真的是一個非常多移民的城市 就是不管原本的那些省級的族群 就是包含最近我們很多就是這些移工 然後再來就是最新最大宗的 可能就是脫北者 就是脫離台北的人這樣子 就是因為台北人 很多人台北房子買不起 所以很多人都跑來我們桃園買房子 以至於他們就變成桃園人了 那我覺得這其實等於是說 我們一直這個城市 開始慢慢很有活力 然後有很多新的人 有帶了新的想法進來 當然可能一開始桃園的你住起來的確是方便 可是真的你想要在裡面找到很多的情趣 這件事情可能比較困難 可是真的這幾年 我覺得大家開始在意生活這件事情 可能也這些移民 這些新的移民也進來 然後大家都把一些覺得一個 大家都在畫一個美好城市的藍圖 那大家就開始自己做起來 那我覺得這很棒 剛剛夏明講到有很多新的移民進去桃園 脫北者是一種 還有一種是很大量的移民 移工在那邊 所以其實桃園有好多 我剛剛一開始講到 有好多有趣的獨立書店 我特別注意到一個獨立書店 叫望劍書間 是專門提供給這些東南亞的 外籍移工們的獨立書店 對不對 可不可以特別請夏明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個書店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他是距離我家最近的 我家是朱厚站嘛 所以我以前 就是通車上下班 我都用走路的 所以我每次走路都會經過 就是很多移工餐廳的那條街 那裡面有很多家非常厲害的 好吃的小吃 對我到現在都還是會常常去吃 那我覺得 望劍書間他呈現出來的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在地的為當地的人服務的一個象徵 就是說今天其實移工他也是很多人是喜歡閱讀的 然後可是我們在這個城市裡面我們往往我們是多數的人 所以我們往往會忽略那些少數人的需求 所以其實有時候像之前台北車站那個一樓大廳的那個事情 其實他就反映出來了 我們其實不曾為跟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設想 對那我自己有個印象深刻的故事 就是我們我們自己書店在剛開的時候 就是還在裝潢你知道 然後有那裡然後大家在刷油漆的時候 就有一個移工就是一個一個一個女生 他推著一個一個老爺爺還是老奶奶 這是我店長跟我講的 然後就經過我們店門口 因為我們店門口是落地窗 他就看進去 然後他就說 他就這樣看看 然後我們店長就走出來 這個是什麼這樣 他就說書店 然後book store 然後他就說 書 我喜歡書 然後就是比這個東西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就離開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 你可以理解到就是說 其實當我們說他們是移工 或者是外勞的時候 其實只是幫他 只是把他貼到一個標籤而已 他只是工作性的 對 我們就只認定他就是這樣的人 但其實人他也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需求 是 所以他說不定就想讀書 所以說我覺得那間書店 忘記書店在後站成立了 然後他 他也不只是指服務他們 他也開了一些就是語言的課程 來讓我們台灣的人可以去上 沒錯 讓我們學學越南語 菲律賓語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書店 他現在已經不是只有賣書而已 我覺得現在的書店 他真的是一個 我們必須用空間的概念 去看一個書店 然後當我們閱讀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什麼樣的啟發 那可能就是這個書店要存在的意義 好 其實陳夏明事情很多 我知道你開出版社 你自己做翻譯 你還寫書 然後現在又開一個書店 我想還是請你談一談 為什麼要開書店 好不好 這可能是有一種 有一種心裡面的感觸 你知道嗎 就是像前陣子好了 就是我們的出版社是開在巷弄裡面 而且是在老公寓的二樓 那我們的鄰居從來不會知道說 我們在做什麼 他可能只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出版社很多紙箱 晶晶出出 然後半夜還在那邊撕膠袋 好像要走路 要看東西走路 結果都還在這樣 他可能在看電視金鐘講 看到小S嘲笑藍主衛說 藍主衛不是我的菜 然後他們哈哈大笑的時候 他們不會知道說 這個藍主衛先生的 這個自傳與電影握手 其實就是他們的鄰居做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對於我來講 可能有一點點的好奇 就是我理解說 我的書其實是賣到全台灣 或者是可能香港 或是別的地方去 我知道有人在讀 可是我始終想知道 是誰在讀我的書 是 所以這種這種好奇心 除了我每年在參加國際書展 或是擺攤 可以可以看見之外 有機會可以看到讀者 對那我這時候在想 或許我在桃園 如果我也開了這樣的一間書店 我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是誰把我家的書 當然還有其他人的書帶走 那當我有辦法可以透過這個書店 然後我甚至也可以在這書店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來邀請這些喜歡閱讀的人 或者是他可能只是剛好路過 那他就可以來參與 所以我心裡面會很其實是一種渴望 就是你知道做編輯做久了 其實這個工作它是一個 你完全不知道你做出來的書跑到哪裡去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現在就會很期待 接下來我想好好的有機會跟這些讀者 就是不一定是面對面 但至少我可以知道是誰 你看蘭卓惟老師他自己在電影院裡 他在電影院裡面待了幾十年的時間 三十幾年 他每看一部 然後他就會寫一篇影品 你要如何像他一樣 對 可以為喜歡的事情堅持這麼久 所以剛好就是數字嘛 我們剛好是五年 所以接下來我當然也會希望說這樣的書能夠帶給其他的讀者 或許有些力量 我們知道獨立書店其實都還蠻強調它的特色 這個獨立書店的專長是日文書 或者獨立書店的專長是很多東南亞來的書 所以獨自書店的特色是什麼 我聽說你們店長說了一句話 店長說我們會特別選很誠懇的書 所以什麼叫很誠懇 你要問他 我們可以call out嗎 可以可以可以 手機 就是基本上 因為我自己是做獨立出版 所以說我會 我個人很熱切的希望是說 我們的書店能夠變成一個類似真正的平臺 就是能夠讓那些獨立 做獨立出版的人 然後他可以就是透過我們這個書店 來呈現他的作品 另一個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說 我們的書店裡面 你來看到的可能會發現好像有用的書很少 那我這裡講的有用 並不是說這是意義上的 而是我們在臺灣好像在學校或是什麼 大家都說你要讀的是有用的東西 那表示是很實際的 那就是跟課業有關的 跟考試有關的 那才是有用的 那好像我們就認定閱讀這件事情是是奢侈的 所以你會說你在讀閒書 你有閒的你才可以讀書 這件事情其實有點有點扁態 有點扭曲 那可是你如果走進我們書店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有很多的文學書 那也有很多的詩集 那當然我們也會有一些可能跟生活風格 我們社區很多也會有一些教養的書 可是我們的教養類的書就也不是這麼的具體 那可能是教導你如何讓小朋友 啟發小朋友思想的書 而不是說教你如何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這種步驟書這樣子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的書店 當你走進我們讀字書店的時候 你隨便挑起一本書 或許這個書是你之前不曾讀過的 或者是你不曾是你的這個攻守範圍 可是當你拿起來你看一看 你會發現或許其中的有一本 就會啟發你的想像力 我們書店的slogan就是獨自閱讀 獨自探索 就其實你真的閱讀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在這裡面隨便挑一本 你也不用因為別人大家都在畫著色畫 所以你就要畫著色畫 就是你可以自己做 你自己挑你自己想讀的書 然後你讀了以後 你或許就能夠獲得一些想像力 那這想像力有可能 就可以帶你去探索這個世界 好 假設今天有一個讀者 走進了陳夏明的書店 剛好夏明在顧店 你會推薦他 你最近覺得看了最有感觸 你會推薦他可以帶走的書嗎 我 那我就要推 其實很多書我都想推 但是因為我在顧店 所以 你在顧店 我就要說 那你就要帶走藍主衛的雨電影握手 然後我還告訴他說 裡面有一篇講到白冰冰 那篇你一定要看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篇在講的 不是說 就是在講說白冰冰小姐 他演了一個電影 寂寞房心俱樂部 那他在那個電影裡面 因為他要配合這個宣傳 所以那時候剛好 藍主衛先生在中影上班 所以他就是要負責行銷這件事情 但真的他在負責要做行銷的時候才發現 發現這個沒有什麼資源可以運用 這個狀況其實讓我的心裡面有產生很大的震動 因為有時候我們自己在做 我自己創業 然後其實我也知道說 當你沒有資源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得動用人情 你可能就得要想方設法 用創意去解決 那那個那篇文章裡面 其實就讓我感受到 就是那白冰冰那時候 其實也是知名度很高的一個女性 所以他就也不會去計較什麼 然後就一樣出席 然後就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種人情這兩個字 然後當然這本書在我們開出版社五年的時候推出 其實是有一種好像 對我來講是一個強心針 因為你看藍主衛老師 他自己在電影院裡 他在電影院裡面待了幾十年的時間 他每看一部 然後他就會寫一篇影評 他就連前陣子那個蟻人 是Marvel的蟻人他都有去看 那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如何像他一樣 可以為喜歡的事情堅持這麼久 所以剛好就是數字嘛 我們剛好是五年 所以接下來我就 我當然也會希望說 這樣的書能夠帶給其他的讀者 或許有些力量 就是這個人他為他喜愛的事情 貢獻了幾十年的時間 那或許我們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我相信夏明拿這本書給讀者的時候 應該讀者會先問 哦 藍主衛 對 不是我的菜這樣 不是哈哈哈哈 對 多數的人可能認識他 是因為小S在典禮上虧他 對 然後你就看見一個胖胖中年大叔 也是很有風度的笑嘻嘻的跟大家致意這樣 但事實上你可能就真的會忽略掉他 其實他在電影這個領域有這麼專業的表現 然後為電影這麼多的奉獻 所以剛好可以藉由這本書認識他 是啊 而且當然也是一個期許啦 就是在某些程度上 好像這個書可以是一個象徵 就是說好像 我也期待我們的書店 可以跟藍老師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一直堅持下去 然後去為我們想 我們的理念去付出很多 然後一直做下去這樣子 因為我們書店開到12點了 所以我就很喜歡在11點多 有時候加班到11點多 我就會直接散播過去看一下 然後就看 裡面真的有人耶 然後真的有人在看書 我就會繞到他旁邊去看一下他在看什麼 我就覺得其實這個很好 那種感覺很舒服這樣 在開書店之前你們還做雜誌 這個是桃園地區的雜誌 對 只有桃園這邊才可以索取得到 其實不是耶 這個11雜誌我們一開始印量 這是針對全台灣的 所以只是說我們的 因為做的那個size很可愛 對啊 小小的 就很方便 所以通常我們可能一兩百本 放在某一個地方 幾天就會拿光 對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還甚至有一期 介紹桃園獨立書店的 那一期還再刷 這是因為真的很多人都在問 然後想哦 好啊 那就再刷好了 可是因為就是 我覺得會做11雜誌 當然一開始是我有這想法 然後菜 那個有一個指示光影的咖啡店 這個老闆他也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兩個人在聊天 他就說那我們可以找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來合作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有一群人 就加進來 大家一起做這個雜誌 那對於我自己而言 我覺得做11雜誌最大的收穫 其實是因為我最有探索能力的時間 就是大學的時間 對 我都在花蓮度過 對 那大學研究所在花蓮 那我當兵在印尼 那出社會在台北上班 所以桃園是旅館嘛 就回來睡覺 對 那其實我對桃園非常的不熟悉 可是我當我有機會來做這個雜誌的時候 我發現我可以重新去認識這個城市 夭夭的鎖定報導的對象 就是介紹桃園這個地方 對 就是桃之夭夭著著其滑 那為什麼那個裡面整本雜誌 你看你就會發現 不是介紹什麼夢想餐桌 不是介紹什麼東西 怎麼裡面那個講到 講完了報導之後 地址都是桃園的 就是因為我故意要把桃園摘掉 因為我們對於桃園 其實很多人對桃園的印象 就是機場嘛 或是說桃園有什麼這樣子 對 那所以說當我就是刻意要把桃園摘掉 所以我要你親自去讀了這些報導 你看了覺得很有趣了以後 你發現這是在桃園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比我們大張旗鼓 去告訴你說桃園的生活 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來得有來得真實一點 你記得你們報導過 哪一些有趣的桃園 可不可以說一兩個小故事 就是讓我們很驚訝 原來桃園是這樣的 我覺得其實我們這個裡面 有一些是人物的報導 然後有一些是地方的報導 然後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單元 就是介紹那個老人家的 因為我覺得老人就是他身上 他們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我們桃園有很多眷村嘛 所以裡面我們目前採訪過 非常多的眷村的伯伯 然後呢就是有一個 就舉第一期好了 我在第一期介紹的是一個老奶奶 然後我就在電腦上教稿 他以前就是他就是來台灣之後 他就去當國小老師 講他的人生這樣 那因為一開始我們的篇幅有限 其實現在還是有限 以至於說那個稿子可能本來兩千字 我就得一直去刪你知道嗎 就刪到的時候可以放在兩面 然後在那個刪減的過程當中 我都覺得天啊 我好像在刪減他的人生 就是有那種重量感 結果呢我在電腦上教稿的時候 我媽媽從後面走過去 她說這個不是姚老師嗎 我說你怎麼知道他 他說他是我國小老師 所以我就說哇這也太誇張了吧 因為那個姚老師 其實他一樣到現在都還是會坐公車 就是去一些地方 那我媽媽有時候就會在車站遇到他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今天其實我在看這個稿子的時候 我在理解的其實只是 這位老太太的人生故事而已 可是我沒有想到說 這個老太太的人生 竟然跟我的家是有關係的 那這也是一個也是一個隱喻 就是說其實有時候 我們好像有些東西看的就是 好像就這樣而已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但其實這些東西裡面一定藏著某一些 你可以去好好挖掘 你可以好好欣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們雜誌裡面 有很多的部分 很多的人物故事 其實就是這樣子 意外挖出了夏明媽媽 跟他的老師的重逢這樣 然後想到夏明媽媽 我那天去書店的開幕 我終於見到陳夏明的媽媽了 真的嗎 你有跟他握手嗎 我沒有欸 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太緊張了 真的嗎 因為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第一個腦袋裡面 就想到陳夏明當初跟我說 陳媽媽跟你說書店做出版 是一個對的生意 然後所以他都會很愛惜這些他兒子做出來的書 然後就是戴手套摸那些書 然後看到他我就想到那句話 可是因為我台語很不好 所以我就看到他我就愣住 我就講不出話來 對 他很有趣啦 那就是像最近要開店他也是 就是好像都裝作沒事啊 你一旦回到家一樣 他也在看嫁妝 就是好像都沒什麼整個 但其實他心裡很緊張 為什麼 他就會想說會不會沒有人 啊生意不好怎麼辦 對 然後有時候就會說 這樣要開書店這樣好嗎 現在 他有時候常常出門 然後有時候走進去書店 他出來就會買一本書 啊真的嗎 然後他就會說 為什麼我去別人家 然後都是 我去別人 我去外面隨便就會買個什麼書回來 可是為什麼別人都不買書啊 這樣他就這樣問我 然後他就意思就是暗示我說 那你幹嘛開書店 可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很有趣啦 所以他等於是 他也是開幕當天才真正的看到 我們書店完整的規劃 所以他可能 我希望是他 他覺得放心的 他應該很放心 我覺得 那天人多到 我真的擠不進去 後來就擠在門口 就我想說 這麼熱應該會有人出去吧 沒有 現在我反而很喜歡 就是我有 因為我們工作是出版社 然後就在那個書店隔壁巷子 對 所以說我現在 因為我們書店開到十二點 是 所以我就很喜歡 那十一點多 有時候加班到十一點多 我就會直接散步過去看一下 走過去看一下 然後去看 裡面真的有人耶 然後真的有人在看書 我就會繞到他旁邊去看一下 他在看什麼 我就覺得其實這個很好 那種感覺很舒服 而且晚上去夏明的書店 還有一個福利 就是陳媽媽前兩天是熬了 那個是什麼 就是洛神花茶 洛神花茶 跟什麼金桔 不是檸檬 是萊姆 我分不出來 但我媽說的 其實我那天晚上在臉書上看到 陳媽媽做的 為陳夏明做的這個 我就覺得心意好滿 很暖 這就是有時候你知道就是 有時候我自己都會覺得 我自己好像很不孝 就是那個不孝是因為好像 我每次做了很多的決定 都是很任性的 可是在任性當下 我當然心裡面知道說 我有能力可以去承擔 這一些過程 或者是這些什麼 可是這個工作室一大堆東西 做不完的人 欸媽 你現在你在幹嘛 你要不要過來幫我包書 這樣就過來 或是說 就是剛才聊到說 我們以後想要開始賣飲料了 然後就是怎樣 然後就說 要喝什麼 我就隨便說 就看洛神花茶好了嘛 結果我媽媽就 只是脫口說說 但是我媽媽就真的 就很認真的就去做了 就是洛神花茶 然後還去找新鮮的洛神花 因為那個花才可以吃嘛 就是去做這些 所以有時候 真的會覺得說 好像我這個做兒子的 就是虧欠我母親甚多 其實我覺得陳媽媽應該很開心 他可以幫上你一些忙 他心裡面一定也覺得 對 很有一起打拚的感覺 但我當然會心裡面有一點虧欠 可是又會有另一個角度告訴我說 如果今天他喜歡做這些飲料 他喜歡就是 他喜歡來來看看 他想理解兒子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也很好 就是他可能真的會 可以 我覺得有時候我回到家 其實沒辦法跟他多相處嘛 就是有時候回到家都已經很晚了 然後他就會說 那你為什麼都那麼晚 那如果能夠因為工作 好像也可以更靠近一點 好像也很好 還不錯 對 好 所以鼓勵大家去桃園的獨自書店 看看夏明 然後如果運氣好 會碰到陳媽媽 然後再喝一 運氣要很好 非常非常好 然後還有機會可以喝到他做的露神花茶 對 好 先謝謝夏明 謝謝 謝謝